因为体育这个行当还真的是有它独特的一些文化 有它独特的规律 它是培养人 它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从事于现在的这个体育产业的工作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我觉得也应该向所有的从事于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应该致敬 他们能够坚持到现在 尤其是这几年真的非常的艰难 这个市场非常艰难 尤其是体育产业的投资非常的漫长 我觉得在中国还是刚刚起步 作为体育人创业者 它是现在是两重天 一种呢是真正体育人去创业的 大家呢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愿意深耕在体育行业里 也非常认知这个体育行业的艰辛 但是对于市场对于资本相对来讲陌生了一些 体育的人想要从事于更多的市场化的 包括商业模式更好的 其实他需要更加的去 open open minded 就是开放他们的思维 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体育产业一定是朝阳 但是在黎明前的这个时期是黑暗时期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渡过这个难关 i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